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九愣了愣 不知道他这话是不是有什么深意 祖提又看了一眼东华 你好像也不对劲 东华反问 你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劲 祖提只是轻哼了一声 便也走了 等人都走了 凤九问东华 立军 他是不是看出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啊 东华道 祖提是光之神 有回溯时光和预知未来的本领 所以他能看出我们的不对劲也不奇怪 凤九了然地点点头 原来成玉以前是这样大的来头 可是成玉那样活泼的性子 为何我看到这主题却是冷冰冰的 说话也像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 东华微笑 因为彼时的他连七情六欲都未开化 你说他是一块木头也不为过 看到凤九在发呆 他又问 在想什么 凤九叹口气道 我只是觉得 我以为洪荒世界离我很遥远 没想到我身边认识的人 都跟洪荒世界有关系 帝君 我爷我奶奶 哲言 还有少晚姑娘和莫渊上神不用说了 没想到我还遇到了小燕和成玉 所以我在想 会不会连我 东华看到他欲言又止 笑问 连你怎么样 凤九鼓起勇气还是直接问 会不会在上古洪荒时期 也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样的人 然后跟你认识 你还喜欢上了他 可是他却也在神魔大战中不幸运化了 所以几十万年之后 你遇到了一个跟他长得一样的我 这才要和我在一起 看他一边脑补一边还委屈的眼睛红起来 那我岂不是就只是一个替身了 东华摸了摸他的脑袋 无奈道 以后真应该让你跟思命那喜欢 下边故事的远一点 小白 你这是靠自己的想象力 帮我造出了一个初恋 看到东华否认 凤九还是有些不相信 难不成以前 真没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东华无奈 傻瓜 若在上古洪荒时期 真有一个跟你长得一样的女子 后来你的爷爷奶 看到你不会吃惊了 莫忘了 咱们现在是在幻境当中 干脆我们现在就出去 免得你还一直胡思乱想 凤九忙摇头 我不想这么快出去 我还没完够呢 说住他自己一笑 是了 大家都说帝君遇到我是几十万年的老铁树开花 从前帝君是不是也是跟主题一般 是个七情六欲都不识的木头 东华摸摸鼻子 你这话好像没说错 但听上去我却一点都不觉得是在夸我 凤九主动挽住东华的胳膊 当然是夸帝君了 夸帝君用情专一 只对我从一而终 东华点了点他的鼻子 这几个词用得还算恰当 因为水沼泽四美归位 凤九发现那些男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明显高了许多 只是一向跟自己爷爷跟连体婴儿 适得哲言英卫明常回来 被迫拉了单 他的位置也从东华凤九的前面变成了后面 但他也是闲不住的 假模假样地听了夫子讲了一回课 便把他凑过来 扇子往东华肩上敲了敲 被沁江的事情一搅和 我都忘了问昨晚父神叫你何莫冤 傻晚去谈了什么 可否跟我说刀说刀 东华微微侧过头来 难得对他露出一个微笑 不能 哲言被这两个字堵得愣了愣 他打开扇子 不说就不说 我也没神好奇的 却又去看了少婉和莫冤 只觉得这二人刚和好了一天 眼下各自神情又怪怪的 凭他与生寄来的八卦直觉 就知道他们的不对劲 并与父神跟他们说的话有关 便把位子往他们二人边上挪了挪 眼睛是看住讲台上的夫子 耳朵却完全竖向了少婉莫冤这边 果然他听到少婉用带住闷气的声音开口道 这台上的老匹夫满口之呼哲言 听住我头疼 却听莫冤叹口气 再过三日 我们在水沼泽的休学便要结束了 或许这三日也是五族最后的太平 莫冤的语气颇为沉重 少婉语气倒是无所谓 我小的鬼族和妖族蠢蠢欲动 青江那小子也被几个长老怂恿地要启示 所以这次才想来水沼泽帮我带走 但有你和冬华在 鬼族和妖族就不足畏惧 我也会帮你劝助青江 原来是要打仗了 哲言终于听明白了 结束了一天的课业 凤九正拿住从冥长那借来的作业 给自己抄一份 再给冬华抄一份 冥长不仅是个学霸 而且她一看到凤九就觉得一场亲切 所以很乐意把自己的作业贡献给她抄 凤九一边抄住自家奶奶的作业 一边心理盘算住 等出了这个幻境要跟她的 姑姑却让她在幻境中 与自己奶奶混成了闺蜜 与爷爷混成了死党 让姑姑羡慕都羡慕不来 正想的美滋滋 却见冬华走到她面前 小白 咱们要回去了 凤九抬起头 不是说再让我玩一阵时间 我们再回去吗 冬华捋了捋她的头发 过几日水沼泽的学生都要休学结束 这些学生都是父神 从五族里挑选的优秀弟子 本想是让这些弟子增加彼此的了解 减少日后的争端 但眼下除了弱小的人族 其他四族比时实力相当 谁也不服谁 等水沼泽休学结束后不久 这四海八荒就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战 没想到凤九听完眼睛亮了亮 要打仗啊 那太好了 从前我只在上古洪荒史上看到过各族大战 没想到竟然能亲眼见证 帝君 咱们不要那么快回去 我想见识一下帝君在战场上威风凛凛的样子 那英姿一定是见之难忘 东华无奈地笑了笑 看不出来 我的小白还是个好战分子 洪荒大战果然来得很快 东华和凤九回到碧海苍林没多久 就有天族使者来碧海苍林送信 说天君请求东华去支援神族 东华将信收下 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 就把天族使者给送走了 凤九问 你为何不答应 我读过上古洪荒战史 帝君就是在洪荒大战中靠一拳投一拳头建立的工业 后面才成了天地共主啊 东华淡淡一笑 那是三十万年前的东华 那时的东华闲来无事 要他打战便打战 但现在的东华 我怕我的仓和建一出 这洪荒大战就要提前几万年结束战斗 凤九听明白了他的意思 几十万年前都没人是东华的对手 何况是现在又长了几十万年修位的东华 但他还是要评价一下 依君说这话真臭屁 东华话还故意道 不是臭屁 是对自己实力的肯定 但生命和平时代的凤九 还是觉得自己 难得来到这上古洪荒时期的幻境中 却不能亲眼见识到当时的神魔大战 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于是在他和东华用完午膳 东华照旧一手拿住本佛经 一手拿住根鱼杆在那钓鱼石 凤九就拿起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东华纳善来的仓河剑 还搬了块石头到东华身边 东华瞧住他这动作 也忍不住问 你这是在做什么 凤九从善如流地打 魔剑啊 我听说这个时候各族混战都是不分场合的 万一有人打架打到碧海苍林来 我们也好做准备不是 东华顿了顿 所以你就准备用这块破石头来 沧合剑魔剑 不用石头魔用什么魔 沧合剑已经不满地发出嗡嗡声 它是上古神剑 唯有天地灵气才能与它的健身契合 云主人为何要拿一块破石头来揉领它 嗡嗡嗡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δ 정말开心ändigace 바로这意味吗 年轻时五分钟